全新觀點 全球首選 歡迎收看地球那一端 您好 我是鍾契榮 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眾所瞩目的十月驚奇果然登場了 而且震撼力之大 全世界恐怕都被嚇了一跳 尤其川普從新冠確診到奇蹟似火速出越 各界都覺得這個發展宛如一場實境大秀 川普把自己當成白老鼠 實驗新藥 然後向外界宣稱自己快速恢復健康 這個劇本有助於川普把自己營造成 打敗新冠病毒的英雄 他告訴美國民眾 新冠病毒並不可怕 但其實他的作風在美國社會引起了極大的反彈 很多人認為川普完全沒有因為確診新冠肺炎 學到任何教訓 甚至現在白宮儼然成為了超級傳播病毒的熱點 對選情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巨大影響呢 馬上來看資深紐約特派記者 龔邦華林茲慧的分析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從感染新冠到住院到出院 不過短短的幾天 可是給外界的感覺彷彿看了一個非常戲劇化的實境秀 尤其是川普的出院 他為了營造英雄大回歸的感覺呢 精心策劃了一個短片放在推特上面 如果你不知道背景的話 你還會以為這好像是什麼電影的預告片 可是呢 他這個大外宣卻引發了很大的反彈 因為呢川普站在白宮的陽台上 居然把他的口罩給扯下來了 可是他難道不知道自己是一個超級的傳播者嗎 在他旁邊有很多工作人員 尤其是攝影記者必須跟他站得很近 沒有想到事後傳出來 他還不滿意又重拍了一次 對於這種非常自私的做法呢 CNN著名的主播也就是紐約州長 Como的弟弟Chris Cuomo 忍不住在電視上大發飆 原本大家以為川普在染疫之後 經歷這些驚險的過程呢 對於接下來處理新冠疫情的態度 會有所改變啊 等於是有所悔改 但是沒有想到 他用自己很快康復 這個非常特殊的例子 因為他畢竟是當今美國總統 受到最好的照顧 他卻用這個特例來繼續低估新冠病毒的可怕 但是他這種硬拗的方式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現在的疫情還是十分的嚴重 因此美國的主流媒體都非常的憤怒 用很多很辛辣的方式來批評他 可以看到華盛頓郵報呢 他的標題就是我們對你寄予同情 沒有想到你用藐視來回報 另外呢 紐約時報下的這個標題是更狠啊 他說我們希望總統好 希望總統健康 但是這個總統事實上卻不希望我們好 不希望我們健康 這麼說是有道理的 因為川普到底什麼時候的第一時間確診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他最後一次被檢測是陰性是什麼時候呢 也沒有人知道 對於這個兩個關鍵的問題 不管怎麼問呢 川普的醫生還有他的發言人就是不願意回答 他最後的反應檢測是星期日或是星期日 我不想回頭 他上週明天前去做星期 我不會給你一個細節的查看 每次總統檢測他每次檢測是經常檢測的 事實上媒體知道這些問題是有原因的 因為其中如果有空窗期的話 就會知道哪些活動 有哪一些人事實上有被感染的風險 就拿其中的一場活動來說好了 在9月26號白宮舉辦了一場見面會 就是川普介紹他提名的大法官巴瑞特給大家 而這個活動目前已經知道 就有8名的出席者已經感染新冠 可是後來媒體卻傳出來 白宮拒絕做contact tracing 也就是不願意去統計有哪些出席者 然後通知這些出席者 他們必須再看看他們有接觸哪些人 因為這些都有感染風險 但是白宮拒絕怎麼做 而現在白宮自己就是一個小型的社區感染 接下來白宮的員工也都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要去上班 因為已經知道很多在白宮工作的意義 都傳出來確診 可是白宮到目前為止沒有給員工一個正確 到底接下來處理的模式應該是什麼 所以這一次川普他自己感染新冠 給外界傳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第一他沒有辦法保護好他自己 第二他也沒有能力保護他周邊的人 第三就是他你覺得他有可能保護好國民嗎 這才是美國民眾在投票前必須要深思的一個問題